坐在车里开车 车外总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地方 那这个就叫做盲区 盲区大家肯定都听说过 那就拿我们普通的家用小轿车来说 它的盲区到底有多大 今天我们做个实验来看 那现在我们坐在车里 驾驶员视角 然后我们环顾一下四周 你看左边后视镜没有东西吧 再看车头 前面也是空的没有障碍物 然后右边后视镜看起来也是安全的 那中间后视镜不忘记 看一下 车尾也是没有东西的 你这么看 这几个静置下来 感觉车子周围啥都没有 很安全的 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我们下车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可怕 你看车子旁边有多少个锥筒 我们绕一圈 这个有点震撼的 几乎每个角度都有锥筒 车头车尾堆满了 但是我们坐在车子里面 却一个都看不到 那这个锥筒我们用卷尺量一下 大概65厘米高 一个小孩子蹲在地上 差不多就这个高度 你想象一下 把这个锥筒都想象成 盲区里面的小孩子 你坐在车上一个都看不到 油门一脚踩下去 想想都很吓人的 那我们测量一下最远的锥筒 离车子有多少远 车子侧面这个量出来呢 有1米2 然后车头这边最远的差不多是1米 车屁股那边最远3米 那这么看一遍相信大家对车上的盲区 有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了 路上开车应该会多加注意一些吧 盲区的确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 但这不代表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要能够正确的调整车子的3个后视镜 是可以把盲区减到最小的 那很多朋友后视镜调整 有可能都不太规范或者效果不好 甚至是调到后面盲区反而更大了 那么如何把这个后视镜调到盲区最小 我做了一个视频教学照做就可以 或者说有的朋友说那后视镜上加个小圆镜 行不行的 靠不靠谱的 我们都做了一下资料 你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的话 不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关键词盲区 这些有趣有用的视频 直接就可以看 备胎说车等你来玩